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着让他早些休息 我也不打扰他消息了 轻轻地给他关上了门 这个时候刚好老公回来了 我走过去 从他手中接过他的包 看着他疲劳的样子说 你要是觉得辛苦就换一份工作 他稍微愣了一会儿说 我换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你赚得多 还换什么换 我一听觉得有些无语 便也没再说什么 准备进自己房间的时候 老公拉着我的手说 听说你准备给你爸买套房 我点了点头 拿开他的手 这一次我不打算进房间了 而是去了厨房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靠着橱柜就喝了起来 我和老公结婚好多年了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 那时的我们却很幸福 即使一根面包会两人分着吃 一瓶饮料 我们也会你一口我一口地吃 但我却觉得比现在的西餐和牛奶好喝 很多当时你觉得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时间一久 你突然回首 真的会觉得很珍贵 我叹了一口气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去送儿子 去学校的路上遇见了我的大姑姐 正好那天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她就邀请我和她一起逛街 嫁到这个家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儿子 可能就是和大姑姐的关系好一些 近来商场她看上了几件衣服 但是她嫌贵 并没有买 我稍微想了一下 准备给大姑姐买下这些衣服 但是她却拒绝了 最后我有些不好意思 只能买了一个包送给她 起初的时候她还一直不肯要 我们还准备去一趟超市的时候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看是婆婆的电话 我愣了好久 才接了起来 她在电话那头说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你可以我立马回来 我在你家门口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她那边就挂了电话 我跟大姑姐说了一句不好意思 我要先回去的时候 大姑姐说 不会是我妈妈给你打电话吧 那我要跟你一起回去 我妈那人我最了解了 她这一次肯定了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看着已经上车了的大姑姐 心里感到有些温暖 她这么多年以来 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在照顾我 是我在这个家唯一能感到温暖的人 果然一回到家 我给我父亲买房 这件事情让我婆婆知道了 看着在闹腾的婆婆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觉得并没有什么想说的 只听见她说 你现在被我发现了 就没有话要说了吧 你说我们家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女人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家掏空 你才甘心呀 你怎么不想一想你老公每天在外边那么累 你却要拿着你辛苦 挣了的钱给你娘家 讲到最后我婆婆让我和老公离婚 我勾起了嘴角 大姑姐姐事情已经不妙 她拉着她就说 妈 你胡说什么呀 几年前弟弟和弟媳就已经离婚了 婆婆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又看了一眼大姑姐 大姑姐继续说 这些钱都是她自己挣的 当初离婚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有要 她开公司的钱都是她父亲卖房子给她的 大姑姐一番话婆婆哑巴吃黄脸 只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我之所以没有搬出去和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我即将要步入高中的儿子 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儿子的一生 婆婆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最后只是甩着袖子离开了 说破了也好 那样她就不会找我麻烦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去想 只希望我的儿子能开心快乐地学习 为了孩子 我牺牲什么都可以 大家说 我做得合适吗 学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离合 听故事的人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宋妹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皆算老友 背底便是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